今晚报报道说啊 济南有一名公交车司机呢 在上班前被查出了酒驾 排查半天之后啊 终于得出了真相 原来呢 该司机啊 上班前吃了一个某个品牌的蛋黄派 对此呢 南京交警一大队的民警也是进行了实验 结果表明呢 吃蛋黄派能被测出酒驾 还真不是玩笑 吃了两个该品牌的蛋黄派之后呢 酒精含量就达到了饮酒驾驶的标准 警察同时呢 还发现这个漱口水的酒精更大 今天在邻居黎毒报呢 特约评论员西若宇将对此事来发表评论 感谢您关注邻居黎毒报 吃两个蛋黄派 真的就测出了酒驾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条实证新闻 以前我也听说过 有人在饭店门前啊 吃了饭出来啊 被交警检查 然后查出了酒驾 但是驾驶员一口咬定 我没有喝酒 绝对没有喝酒 最后承认吃了不少醉虾 这也是一道名菜 我们当成段子听了 哈哈一笑 后来又陆续见到有报道说 酒心巧克力也能制人酒驾 这要好理解 醉虾醉蟹也罢 酒心巧克力也罢 都有一个酒字在那儿吗 开车人见到这个东西 还是小心没大错 现在好了 蛋黄派 漱口水都冒出来了 还有多少含有酒精的 可能导致 开车人躺着也中枪的东西呢 建议交警部门根据查获酒驾的信息 赶紧拿出一张黑名单出来 供开车人参阅 同时也建议相关食品生产厂家 在产品外包装的醒目位置上印上 使用该产品可能导致酒驾的字样 就像香烟壳子上那个警告语一样 这个可能算是我开的一个玩笑 但是下面这段话 我是十分严肃的 就是尽管各地还有无视禁令 饮酒开车的人 但是目前查处酒驾的力度 堪称史上最严厉了 查处巧克力蛋黄派导致的被酒驾 表面上看是当时驾驶员受了委屈 但实际上恰恰说明 查验之严格 技术手段之精确 也恰恰说明 酒驾并不仅仅是指喝了酒 或者喝醉了酒再去开车 而是驾驶者体内的酒精浓度超过了标准 超过了这个标准 就可能导致驾驶者的意识和动作 发生迟缓或者错乱 并且造成事故 因此对酒驾的禁令 并不是意味着不喝液体的酒水 而是不允许酒精以各种形态 各种方式进入人体 以避免车祸的发生 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 淡黄派导致的被酒驾就不是一个笑话 而是每一个开车人必须面对的现实 这个现实是酒精有可能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进入你的体内 一旦被查出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 你就将被定性为酒驾或者是醉驾 而定性的依据是明确的 也是刚性的 即每百毫克血液中酒精的浓度值 如果你体内的血液中的浓度值超过了这个标准 那就不论是喝白的红的还是黄的 也不论你是吃了醉虾醉蟹还是醉八仙 亦或是吃了糖果蛋糕的都视同一律 如果你说蛋糕和糖果就算有酒精 分分钟就过去了 是的 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等个分分钟再去开车再去上路呢 如果你说我真的不知道 交警厂家还有媒体多多告知多多宣传 但是醉虾醉蟹酒粮园子 还有什么油蒙大甲鱼之类的名菜 这一类的东西你该知道有风险吧 忍着点口服之欲不是做不到 你真的耗这一口欲罢不能也没关系 你尽管吃就是了 吃完了你别动车便罢了 酒驾茶楚之言 源自包括南京张明堡 醉驾案在内的一系列惨烈事故和生命消失 带给人们的震惊震撼和震怒 从而使酒驾杀人这一点基本上形成了全民共识 并且促成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这个进程和结果导致全国范围内酒驾事故大幅度下降 喝酒不开车和开车不喝酒 已经成为很多人自觉遵守的规则 可见即便是那么普遍被那么多开车人看作没什么大不了的饮酒驾车 这样一种现象一旦动了真格 从司法到议论 从执政机构到普通民众都形成了共识 那就没有抓不住的 没有管不好的 很不幸的是 这又让我想起了扎土车 这个钢铁怪物在种种利益驱动下已经夺命无数 仅仅在两天前又有一辆工程车撞死了一对母子 而就在前不久有关方面刚刚出台了号称 史上最严厉的扎土车管理办法 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尽管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出最严厉的办法 但是扎土车工程车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夺人性命 治理扎土车的力度看上去 或者说其实还不如治理酒驾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好了 就此打住 下回再见